哈喽大家好,我是加州玩婆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非常好吃的避风糖炒龙虾 首先我们把龙虾从背部给它剪开 这样可以更加的入味 剪开之后呢,我们把它切成段 这个龙虾尾是Costco买的,比较小 所以我们一个就切成三段就可以了 切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清洗 把它里头的脏东西洗掉 然后用厨子把它擦干 放上葱丝,酱丝,然后放少许的料酒 给它去腥 然后腌制放一旁,我们备用 然后取六个咸蛋黄 我们上锅蒸大概十分钟 然后用肉勺把它压碎 你也可以用刀切的方法 不过用这个方法呢,它比较均匀,比较碎 好了,龙虾腌制好了之后呢 我们给它撒上一些淀粉 让它每一个切面都裹上淀粉 尤其是肉的那一面 这样可以锁住它内部的水分 使龙虾的肉会鲜嫩 注意每一块都给它封好 然后我们取一油锅 温度烧到170-180度左右的时候 把龙虾放入油炸 大概在1.5-2分钟的时间 根据你自己家的龙虾的大小 你只要看到它皮肉有点分离了 就可以捞出下面垫上厨子 可以让它吸走多余的油 好,现在我们来准备这些辅料 这里有蒜蓉 青红椒 辣椒 花椒 红葱头 豆豉 这是面包糠 这是我们刚刚压好的咸蛋黄 还有葱绿 所有的辅料你看屏幕上就可以了 取一锅放多点的油 我们先放下蒜蓉 红葱头 和葱白的部分 用小火慢慢的煸炒 不要用大火 如果用大火 你外面很快就焦了 里头的水分还没有出来 所以要耐着性质 小火慢慢的煸炒 当你炒到小颗粒的蒜头 有点微微发黄的时候 把其他的辅料再倒进去 再慢慢的煸炒 这时候香味已经比较浓郁了 当你看到大粒的蒜蓉 表面也微黄的时候 你就可以加入面包糠了 加入面包糠之后 我们继续小火慢慢翻炒 不要炒糊 不要着急 当你看到满锅 黄金般的颜色出现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金黄色就说明它已经炒好了 你可以离火 放在一旁备用 然后我们另外取一锅 放下油 放入咸蛋黄 慢慢的翻炒 直到它慢慢的气泡出来之后 所有的咸蛋黄都充满了气泡 就像这样 都是金黄色的气泡 就可以下龙虾了 这时候把龙虾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龙虾肉都被咸蛋黄包裹住 让咸蛋黄充分的融入龙虾 这样你吃的时候就有浓浓的咸蛋黄香味儿 好,等它完全包裹住之后 我们就倒入刚刚煸炒好的辅料 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一锅满满香味的避风糖炒龙虾就做好了 哇,看着就觉得很好吃 底头是嫩嫩的龙虾肉 被咸蛋黄包裹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